放心 一根头发都不会少你的 这就是那母蜘蛛的尸海了 只要找到他的神魂 将其消灭 五师弟他们中的幻兽 也就不攻自破了 那是 那就是我肚子里的孩子 粉嘟嘟的 是不是很可爱 怎么样 要不要做我孩子的爹呢 从我身上滚开 不喜欢鲁家抱你啊 那就亲戚你了 你 好心 您轻点 梦头鲁家 如此不怜消息 鲁家要惩罚你 狼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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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狼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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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基数 不许挑胜 千军力道 围变 围火 看来那两个家伙闹出的阵仗也不小吗 三条道倒是巧了 勇敢之旅看看 那是什么 什么恶心玩意儿 这家伙的药戚 并那是绝醒了妖王血脉的狐妖还要弄 绝对的大妖精 怀孕了吗 很好 一头大妖还带一个赠品 无极师弟 他的眼睛 秦月 秦月的眼睛也一样 这家伙 想让我们自相残杀吗 秦月的领养神功 可真不是盖的 要是中一剑 不死也得残 不能被这么黏着跑 得赶紧想办法 让他们攻复意识才行 你请大膳 你请大膳 孟师弟 没事吧 没事吧 无为命 好 康康戏了 那咱们算扯平了 一码归一码 秦月和无极师弟 被那头母蜘蛛的幻术 控制住了 虽说看起来 雷肉身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但我担心时间久了 会损害他们的身体 而且 我本想着直接杀了对方 幻术就不应付破 但是没想到 这母蜘蛛也拥有妖王血脉 拥有妖王秘术 王咒 人类之所以需要神尊 便是因为只有神尊 才能突破王咒的防御 才能突破王咒的防御 对妖王造成伤害 难怪他有事无恐地坐在哪儿 一动不动 因为 我根本是伤不到他 我对这种精神幻术 是真没辙 你有法子吗 法子 倒是有 你有办法 我可以相信你吗